在这12年的工作经营里面 期间我创业过很多次啊 比如说KTV 茶楼 广告公司 然后呢就是投资过厂房 我在130到15年 不到两年的时间 亏了大概四个 但是我比较精心自己 相信自己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吧 永远进去到下一年 在场的12位老板 三位HL老师 突然老师 HL老师 HL老师 现场的各位观众 你们好 我叫戴军军 我是湖北人 来自湖北校感市 董勇的故乡 今年32岁 曾经就读于 湖北省景观学院 因为我个人原因呢 就是当时没有毕业 因为毕业后来 我就直接就是工作了 我有过12年的工作经历 然后我在这期间 我创业过多次 失败过 失落过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相信 只要能够矜持到底 我一定能够成功 今天我来到 那个飞里莫属的现场 我想求是一份 销售类 管理类的工作 Yes 转角之爱 让动想再次高飞 谢谢大家 思敏 这符合演讲要求吗 这有成功学的影子 这个演讲是两回事 我估计是加油那儿 培训过来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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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算不算金句 影子 这我都驾驭不了 不是我 为什么要那么用力 我觉得自己想说的 然后自己想表达的 我们现在应该就是 拿出一点畸形来 畸形就畸形呗 你别那么畸嘛 对吧 对对对 你是来自于董勇的故乡 对 听说你找了一个七仙女 对呀 你在哪找的呀 你怎么找到她的呀 那个这个说起来就很简单的 因为我觉得 最好用你用激情的方式说出来 一进钟情呗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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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怎么找着呢 当时我和我的几个朋友呢 喝酒 当时呢 我把我已经自己都喝懵了 正好就是旁边有三个女孩 我的一个玩伴呢 就正好认识她们其中一个 她就过去进酒 进了酒之后 我当时就想了礼貌嘛 你进酒了 我也要去进酒 我就反过来 你不喝高了吗 还进酒 喝高了 休息了一会儿 可以再来 你是为了 你是为了一见钟情去敬的吧 有点这意思 对吧 对呀 刚时当时我就去了 去了就是准备 我就跟他们三个女孩 一人喝了一杯 还一人喝一杯 对呀 实际上是一个女孩吧 你喝多了 看着像三个 没有没有没有 结果怎么样 结果当天我们都喝 我当时喝了很多 然后我朋友参赴了我的时候 那三个女孩要走了 要走的时候 我当时我就急了 你要走 我肯定要追 我追出去就要抱着她 不放手 你不给我电话号码 我就不让你走 你人家又不认识 你就抱人家 你不耍流氓吗 就是这 因为这一点 所以呢 我打动了她 然后 你耍流氓打动了 没有没有 这个您误解了 因为怎么说呢 她看到 她因为看到我喝多了 然后呢 就是把我拽了一把 然后我就摔地上了 然后爬起来 我还是拽着她的手 飞着让她给我电话号码 给我电话号码 最后呢 她把电话号码洗了我手上 我再松了手 清醒过来之后 我就一直 当天晚上就一直打电话 给她们打 然后打不通了 打她电话她不接 然后我就打她闺蜜电话 直到她接的电话为止 然后我就约她 然后又电话骚扰 对 就约她吧 我就说 我刚才做的 刚才的举动 我确实不记得了 和当片了 不好意思对不起 是吧 然后我就向她道歉 然后我就是顺便呢 就是我说 那这样吧 我就是明天 我接你 请你吃饭吧 对 然后吃完饭 我正好还来了一曲 就唱歌呗 但是 如果你清醒状态下 你会抱着不撒手 要电话吗 不会 但是我就是 我肯定会 那你这不叫一见钟情啊 你这是酒精 在说话驱动你的 您也不能那么说 酒店钟情 当然就是微信 你们不是在说吗 啤酒喝了 可以让一个人 病得比较优雅的同时 比较情感 比较性感性的 所以就是 这一段经历呢 确实让我 让我就是 在成长过程中 我非常感激 我现在的老婆 因为怎么说 她特别支持我 在年轻人当中呢 我是没有资本 再去那个折腾下去了 你有 你能喝呀 没有 你是灵魅一受货吗 我再喝必须有价值 对不对 你是离过一次婚吗 是 我离过一次婚 这个老婆跟了你 多少年了 已经七年了 今年第七年 现在感情好不好 很好 很好 对 但是你之前的方式 真的有点像流氓 撕缠烂打 所以电视期间的观众朋友 年轻朋友 不能学习 否则的话 你所得到的 肯定是一记耳光 好吧 遇到 如果说遇到 那个真心喜欢的 或者说自己觉得 就是能够走下去的 自己特别特别特别 就是放不下的 我觉得 不放手一搏 我觉得 自己不一样 你这个是属于瞎掰了 为什么 你当初干这事 你都断片了 你根本不知道 对吧 您不知道 就是用坏断片 那个时候 看着她 在英语 就像七星女一样 行了 你第一次婚姻的时候 你看准了吗 你也没看准呢 这会儿说 我看准了 就一定得 怎么样 任何方式 都是在接触的 慢慢过程当中 彼此了解的 来跟你让老婆 表白一下 用你激情的方式 老婆非常感激 你这么多年 对我的忍让和信任 我非常信任的 就是娶到你为妻 谢谢你 变得斯文了 行 戴军军今年32岁了 你的工作经历 有一段是创业 开洗车房是吧 那个是比较早的 我是那个时候 我只有21岁 我当时我只做了一个季度 我就走了 05年开KTV 对 这是我跟我的几个同学 三个家伙三个人 和我开了一家KTV KTV当时成活了 六个月我们就做不下去了 怎么都这么短命啊 对 当时是 我们当时刚刚走出校门 没多久 然后那个就是 我们就一起合伙开了 总共投资了19万块钱 KTV一直当时 当时做的时候 生意还可以 后来朋友比较多 去嘛 就是创门嘛 我们也不好意思 东远单 对对 出于一种 当时出于一种 很懵懂的一个 那种经验方式 正好有一个朋友 想过来接手 就转给别人了 上一份工作是在哪里 上一份工作是在广告公司 辞职了吗 辞职了 辞职的原因 原因是那个公司歇业了 歇业了 是离现在多久了 大概有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对 你现在生活在哪里 我现在生活在湖北 老婆也在湖北 对 那你今天应聘的话 是要求地点 不限 一定在湖北吗 不限 那你跟你老婆不是要分开 没有 这一点上来说 我特别感激我的老婆 因为他特别支持我 他说 作为一个男人 你这么多年 是吧 就是 做管理也好 自己创业也好 然后 他愿跟着你咯 对 他愿意 那他在湖北有工作吗 没有 我老婆做了最 最最最最辛苦的一份工作 他帮我带着两个孩子了 你最低薪金要求 不低于多少 我最低薪金要求 不低于八千 八千 对 有低于限制吗 没有 没有 走哪儿 老婆跟哪儿 可以 带金军 从这个职业规划上来讲 你说要八千 因为你之前这个是总经理 九千八 对 因为你最近的工作的收入 一直是在下滑的 这近三份工作 对 对吧 那你又是总经理 然后他倒闭了 你没有总结过什么原因吗 我总结过 就在我们当地 我们是在一个小县城 他一直走传统路线 一直走传统路线 他只做传统广告 我跟他提过很多很多事 也要求过很多 我说我们要走线上路线 或者说跟哪一个合作 他从来不 从来不 等于说就把这个公司 空壳公司丢给我 但是就是 你不是总经理吗 对 你做自媒体 这些尝试 没什么投入啊 你学了吗 你刚刚所谓的 你说的线上路线 我也想知道 你看过什么书啊 你提建议 你得有理有据啊 我看过的 就是在专业知识上 我可能跟很多人 就是说在学校出来的大学生 他们就是很多人 都比较博弱于他们 那个陈浩的问题是说线上 对 你线上的话 你是做了什么工作 你不是光提个意见 说那个董事长 那个咱们做线上的吧 那线上的话 你说一下自媒体还怎么着 你有什么建议吗 你不能这么简单 你总经理因为是 你得有什么可实施的路径才可以 有啊 当时我跟他提 我说那个 就是当时有很多那个 比如说像一些 那个商家做了一些自媒体类似的 比如说跟哪一个 就先下了一些传统行业 是吧 给他们做一个那个 比如说你们带有话费的 那种宣传性的 微商传播的这种自媒体 或者说新闻头条 进行推广这样的 不是你这个费用纠十零啊 就一个人就行了 就人工成本啊 做就行了吗 做出来给老板看 那说服老板了 这个有没有做呢 你有没有采取行动 没有采取行动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想出来好好的学一学 因为是怎么说呢 就像我刚才 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说的一样 只要我坚持 我不放弃 稍稍等 不要再打鸡血了 不要再打鸡血了 所以在这个场上 打鸡血或者是慷慨激昂的那种方式 都是虚的 要说实实在在的 坦说的来说 刚才你那个逻辑是说不通的 如果你给老板 多次提了这样的建议 你应该是可以先尝试 尝试了以后 老板看到效果 完全可以采纳你的意见 但问题是你没有做 可你的理由是说 因为当时我想出来学一学 学自媒体这些东西 往往是边看边学的 没有谁是真正的高手 现在没有谁是成熟的高手 这个逻辑也不对 他说要出来学学 他直到等着这公司歇业了才出来学学 对都说不通嘛 你把它熬倒地了干嘛呀 不把您说 这个公司是我跟我爱人注册的 你爱人的高人是吧 老板是我 你就是那个不听建议的老板 对 天哪 你身世多小啊 我之所以没有说这个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在这个之前 我在13014年的时间 就是13014年的时候 我做生意不散 就是自己亏了 亏了亲近我的所有 可以说房卖了 车卖了 然后在广告这一块 我就是 我想先把它放一放 那你这个上面总经理 你这九千八的薪酬就不存在了 对啊 你也没损吗 你也开不住工作 那个薪酬你是自己 自己写的呀 你这个简历 这个不是我自己写的 那九千八怎么来的呢 对啊 那怎么开的呢 你不是老板吗 我是老板呀 但是我公司是叫个别人 在打理呀 然后那个人给你开九千八 没有变成了别人打理 因为我没有 你一番话下来三个版本 一开始是自己只是总经理 别人是老板 自己扮演了一个非常 非常直接的一个 进见的一个大臣 对吧 然后老板不听你的主意 结果歇业 对吧 你成了好人 后来变成了 你是老板 你老婆是法人 对吧 现在又变成了什么 怎么一下三个版本呢 到底哪个是真实的你 这个都是真实的 又变成了别人在打理 这个都是真实的我 没有那么多 就是这个东西 其实我没有变了那么多解释 如果不对细节进行深究 只看他的简历 不是总经理就是老板 挺辉煌的 但是所有的问题 都纠结在那个九千八 才出了问题 他为什么要说 自己不是老板 为什么非要说 别人在打理 就是想证明这九千八 不是我自个儿给自个儿定的 我就值这个价 对吧 就是在应聘过程中 千万不能够就是 太这种有虚荣心 太耍小聪明了 实际上呢 所有老板呢 对他都马上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那就是很可能 他之前的话 我们就打一个问号 我呢 也给你分享我的观察 错一个就失败一个 所以呢 回去以后 一定要反求助己 从自身原因考虑 考虑为什么失败了 是这次你来求职的 最大的收获 好吗 珍惜自己的好日子吧 珍惜那个 跟你七年的妻子吧 珍惜那两个孩子吧 你只要想到他们 你也不应该撒谎 是 第一轮选择去过了 想学习啊 网上免费的课程就很多 真想学习 用不到找一份工作 让老板给你买单来学习 是 行吧 就这样吧 好 来 从今天开始坦诚地对待 身边所有的人 谢谢 谢谢 这个可能算我是 给我人是上了一课吧 没事很简单 做人嘛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失败也好 或者说 面试没有成功也好 或者说 让大家都笑也好 大家乐一乐 也行 可以